我最近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也从理论上也在论述这个事情 就说我们搞足球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很久没有人问过了 那么我最近的把它提出来 大家都来考虑 包括我们的球迷 包括我们的足协 包括我们的搞足球的部门 大家有没有想过 搞足球到底是为什么 那么我们现在一说球迷也好 什么也好 肯定搞足球那就是世界杯 出现 出成绩 中超联赛 夺冠 亚冠 怎么样 培养球星 球星有高收入 假赌黑等等 就这些事情 但是这些东西是足球运动的根本目标吗 是它的宗旨吗 很久没有人想过 那么我最近我查了一下国际足联的这个章程 对于足球运动的目标是什么 很简单 两行字 两行汉字 其中就是团结 教育 文化 人道主义精神 足球运动的目标 国际足联的定位就是这个 那么中国足球 中国足协的章程 也有定位 增强人民体制 满足广大群众的这个文化生活 这个提高足球运动水平 再一个就是提高社会的这个精神文明这个水平 四项 其中提高足球运动水平只是其中一项 其他三项讲的是什么 是对人的教育 是对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 所以这些东西才是足球运动的本质的东西 是它的主要任务 习主席在17年接见国际足联主席 金凡蒂诺的时候也讲到 我们搞足球绝不只是为了提高竞技水平 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个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那么讲的也是要重点放在对人的教育上 可是我们现在搞足球 有多少人在关注对人的教育 大家的目光都放在什么世界杯什么 世界杯输了球就哎呀 一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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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怨是吧 赢了球那就忘乎所以 跑偏了 我们的足球跑偏了 所以中国足球才会有今天这样的这么惨淡的情况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我们搞足球没有去注意到普及的问题 是为广大群众服务的问题 让广大的群众参与的问题 没有人去注意这些问题 我们就是抓了几个尖子 高心就让他踢就出城 这个你中国足球怎么能够有深厚的基础 你没有深厚的基础 你怎么能够最后达到高水平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问题的本质 就是我们足球人没有去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思考 第二个思考 就是普及和提高的关系 现在那么大家都在抓提高 谁来抓普及 那我们打了个比方 说大家都在等着摘果子 谁来种果子 这个世界杯国家队 这是一个摩天大楼顶层的旋转餐厅 我们都想把这旋转餐厅建的豪华 无比灯光灿烂 可是这个楼的基础谁来打呀 没有人来打基础 你这旋转餐厅 您都不拿个竹竿支起来吧 它能待得住吗 这就是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 这个足球运动 它只有打好了基础 有大面积的普及 它的水平才能提高 那么中国足球的问题 恰恰出在这个地方 中国足球从2000年到2014年 这15年 是一个巨大的低谷 这个低谷有多深 我就说 这15年里平均每年踢球的中小学生 全中国每年是一万人 有人说连一万都不到 可能5000人 那么对比我们的对手们是多少人 日本中小学生常年踢球 不是说一般的踢是接受业余训练的 比较正规业余训练的 不会少于60万人 日本的高中联赛就有10万学生参加 10万学生 参加正式的比赛 我们是一万人 那有人说 你连 泰国 越南都打不过 泰国 曾经有人跟我说 泰国 我踢球的常年踢球中小学生 一百万人 我问过泰国人 他说没那么多 但是二三十万是有的 越南恐怕也不会少于10万 我们一万跟人家拼 你怎么能踢得过 有人说了 那兵不再多再于精 对吧 我们刻苦训练 我们三从一大 我们科学训练 我们请高水平的外教 我们是不是能上去 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体育运动 要想达到最高水平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运动员的天赋 天赋条件够不够 大家都在苦练 有人可能比你练的还苦 最后为什么他出来了 他没出来 最后是天赋决定的 足球运动员要求是各方面的天赋 有人说那中场跑 那这靠体力的那不用靠天赋吧 那这苦练就行了 错 中场跑同样需要天赋 同样需要天赋 决定这些运动的能力靠什么 靠这个 这个稿酮 就是雄性荷尔蒙的激素水平 这个东西是天生的 这个普通人 咱们黄仲人 三百五百 差不多了 那么高水平运动员 一千 甚至有的两千 他天生他就能跑 不是他 他完全不练 他躺到床上肯定不行 但是如果同样的训练 他肯定比那个三百五百的能跑得多 这都是天赋 那更何况足球还有其他的呢 你的技术能力 你的足球智慧 是吧 你的心理素质等等 这些的决定最后都是天赋 包括心理 我曾经问过美国一个运动心理专家 我说 人的这个心理素质 有多少来源于天赋 他说百分之七十以上 是来自于遗传的 那么所以说我们的足球运动 包括其他运动 你首先要干什么 首先要普及 覆盖到尽量大的人群 那么分散在这些人群里的那些最有天赋的人 他才能表现出他的天赋 他参与了这个活动 他最后才能 你知道这是一个人才 是吧 你把他再选出来 再进行训练 这个在运动训练学理论中 是在论的 这都是定论 就是优秀运动员的这个出现 首先是要选才 要发现人才 把他选拔出来 然后才是训练 再说通俗一点 优秀运动员是选出来的 不是练出来的 但是你怎么选出来 你首先要普及 中国十四亿人肯定有很多优秀人才 但是分布在各个地方 不定哪个山沟里藏着一个 对吧 那么你如果不普及 你覆盖不到他 他的才华就显不出来 他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会踢球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要普及 这个扎根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足球运动的本质 是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都享受他能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全面素质的提高 足球的教化功能 这是全体人民都有权享受的东西 那些没有可能踢职业队的 踢国家队的人 他们是大多数 但是他们也有权力踢球 他们也有必要参加足球活动 因为足球会带给他们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 那么现在看踢叶仪球的人那么多 你问他 你还能踢国家队吗 不可能了 你踢叶仪 考考国安试试去 不可能了 那你为什么要踢球 他喜欢 他享受这个过程 他体验到足球带给他的艺术 这个事情就是普及的第一层功效 第二层功效就是 我们在为发现优秀运动员 在做着一个最基础的工作 只有大面积普及发现这些优秀运动员 你才行 对吧 那么中国我们说 现在的国家队 有几个亚洲一流的球员 我问过所有的专家 哎呀 说说吴磊勉强算一个吧 准一流 对吧 政治过去说那是亚洲一流 大家公认的 吴磊勉强算一个 吴磊他们这一代产生于十几年前的一万人 那从概率来来上来说 一万人里能出一个亚洲一流 如果说我们有六十万人 有六十个亚洲一流 国家队还筹什么呀 对吧 所以就说 只有大面积普及 你才能促进足球水平的提高 我们呢 呃 过去就一直在搞普及 不是不搞普及 我从1981年开始就在北京搞足球 我们的目的就是想搞普及 但是我们的方法错了 我们对足球的理解错了 就是我们原来的理解 就是我刚才批判的 我们就是要培养优秀运动员 我们从上去 从到小学开始推广足球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培养优秀运动员 将来为国争光 对吧 提高运动水平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我们处处是以提高为主 为核心 以选拔运动员为核心 这导致一个什么呢 早期的专项化 从小学让这孩子练足球 就是为了将来当运动员 那么孩子的学习也不要了 是吧 其他什么事都不干了 整天就是踢球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 真正能成才的有几个呀 没几个 一个校队出来一个了不得了 可是其他的孩子呢 球没踢出来 学习也荒废了 时间长了 家长就不让孩子踢球了 对吧 这就是早期专项化 造成了学训矛盾 导致了家长不支持 学校不支持 老师不支持 这种东西要想扭转 现在很难 你说现在搞普及难 难在哪 首先是这个观念 现在大部分人的观念 还停留在这个上面 你到哪去搞足球 领导也很关心 领导来了 咱们学校足球运动 搞得怎么样 说搞得不错 我们得第几呀 首先都是这个 这出了什么成绩呀 是吧 可是你如果为了成绩去搞足球 必然走向早期专项化 为成绩论 制造很多的学训矛盾 最后造成家长老师的一致反对 他长不了 他不可能持续 所以我们现在搞的这个校园足球的普及 我们就改变方式了 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 要教训 我们现在干什么 我们就让孩子自由的游戏 自由的游戏 我们搞的中和国安搞的这个小比赛 大梦想 就是让孩子自由的游戏 这个要求呢 也不是我们创造 国际足连草根足球这个计划 推广的就是这个 叫做六到十二岁的儿童踢足球 什么形式 就是小场地比赛 四对四五对五 这个比赛是自由的游戏 不要教练 不要老师去管他 去告诉他怎么做 就让孩子自由的踢 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个 那么这样孩子呢 他就很容易就喜欢上足球了 他们有一句口号叫做 简单轻松的共享足球场上的快乐时光 简单轻松共享快乐 对吧 那么这样的游戏孩子喜欢他喜欢上足球了他就自愿的有积极性的参加体育活动 那么他的身体健康了 他的心理问题解除了很多孩子现在有心理问题啊 去通过踢足球他就解除了 获得了身心的健康快乐 那么我们的开展校园补球的基本目的就达到了 我们就是为这个干的 同时我们的方法有改变 我们叫做 时间不要太长 一周踢两次一次就四十分钟 这样不影响学习 不影响孩子参加其他的课外活动 家长也都很支持 所以我们的口号叫做 一班两队 一周两赛 小场瞎踢 健康快乐 一个班两个小球队 我也不要求全员参加 一半男孩子和个别女孩子就行了 组两个球队 校内的班级到比赛 不计分不计名次 没有给孩子压力 就是玩 一周两赛 就一周两次一次四十分钟 小场瞎踢 就我刚才说了 小场地比赛 我们有一个创新呢 就是说学校搞这个校园 就场地不够 没有场地 这个要进发改委 拨款 征地 拆迁 那很难啊 但是我们用活动围栏 把场地围起来 活动围栏 八十公分高 两米长 一圈 把一个一个的圈起来 一个篮球场可以圈三个小场地 这种小场地 小孩五对五 六对六都没有问题 这一下场地问题就解决了 北京有些需要场地很大 很空旷 孩子在上面踢 一脚踢老远 追求追半天 其他人在那等着 就不爱踢了 有些地方 学校场地非常小 就一个篮球场 但是我们用活动围栏一围 也能踢 大场地 我活动围栏 围出十几二十个场地来 同时一百二百孩子 同时可以踢 场地问题解决了 还有师资问题 师资问题 我们不要老师 师资问题也解决了 说孩子没兴趣 我们这个孩子兴趣特别高 特别喜欢 很多地方最后说一班两个队不行 全班都要参加 你不让谁参加都不行 非常快乐 而且很简单 老师说没有比这再简单的事情了 围起一个场地扔一球 俩队孩子踢去吧 就完了 另外运动量上去了 这场地以为这个比赛他老不停 孩子老能踢到球 运动量很高 而且还不容易出伤害 我们中和国安这个项目搞了一年 从去年9月1号到今年的7月18号 整整一个学年下来 三万七千孩子踢了十万场比赛 一百三十万人次参加 这个数据相当惊人的 但是一百三万人次没有一个要进医院的伤 因为小场地他没有太剧烈的跑动和冲动 他不容易受大伤 所以就说通过这么一个活动 我们真正做到了普及 让广大的学生都参与足球 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同时我们解决了困扰校园足球的 所有的这些问题 难听场地失资 学生的积极性 伤病 运动量不足 学训矛盾 全解决了 没有任何地方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吧 那么他的效果是什么 效果是这些孩子健康素质提高了 心理素质改善了 另外 我们这三万七千个孩子里 就会有百分之十的孩子 他会去参加业余训练 就是有三千七百人吧 那么这就等于给我们的独球后备力量增加了三百三千七百个声员 这三千七百个声员 一个学生 北京现在是收六千块钱一年 大概收费是这样的 就意味着两千二百多万的市场 我们做出了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由谁来分享 由那些搞业余训练的这个业余俱乐部 教练们他们就可以分享这个成果 所以这样只要有了人踢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那么关键就是说你的理念一定要变 要把面向大众面向广大的学生 实际上最难的就是这个观念 因为这么多年了 我们一直秉承的是提高的理念 这个不愿他们不愿别人 我们开始这都是我们开始就这么做的 我们宣传的 但是现在我们认识到那个错了 我们要把它扭上过来 谢谢大家